这两天大家都十分的关注 也就是呢在这个Face的部分 好现在可以看到 因为37名的死囚 他们主张刑法死刑制度违宪 所以申请宪法审查 那么宪法法庭呢 作为判犯情节最重大的 最严重的普通杀人 性杀人 强盗杀人 掳人勒署善罪 且刑事程序服最严密的正当法律情况之下 那么死刑核宪 那换言之什么呢 就是说未来只有这四种杀人罪 才可能被判处死刑 那么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死刑是有条件核限的 也就是再设了八道的生死门 那接下来法庭人士认为说 这是更难定验了在死刑的部分 甚至呢这是判死 有个魔王级的关卡 还有暗藏着替死囚来翻案吗 那么设下判死要符合犯罪情节最严重的故意杀人 而且呢来到第三审的时候 没有强制辩护人没有言辞辩论 或合议庭法官没有全部同意及精神障碍的被告 都不能判处死刑的八道关卡 那现在37名的死囚就可视个案情节 由检查总长来审卓是否要提非常上诉 好那八道关卡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好请导播给我们看到在这个八道关卡 死刑核限但是有八道的生死门 首先第一犯罪严重之罪 第二涉犯杀人罪侦查或调查师 应要有辩护人到场陈述意见 第三审要开言辞辩论庭 第三审开庭要律师辩论 可处死刑判决应该经过各级的法院 合议庭法官一致决 这个也被认为是个魔王级的关卡 那么再来看到行为时有精神障碍 或心智缺陷者不得判处死刑 审判时有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 不得判处死刑 还有最终执行时有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 不得执行死刑 所以现在这个八道生死门 今天的来宾我们先介绍 有这个栗政杰将军 雅天好 各位观众晚安 蔡政院委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夏明 海明哥晚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请蔡委员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死刑合线 但是有八道 也被视为有这个魔王级的关卡在这边 我们现在说一件事情 大家这两天都讲说这个是死刑四宪案 其实不是 这跟宪法解释没有关系 这个是宪法法庭的所谓违宪审查的判决 这个是跟四宪案是不一样的 它是用判决的方式 裁决的方式 不是用解释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叫做113年 因为就是2024年 我们所谓民国113年 现判制 注意到 宪法法庭的判决叫现判制 第八号判决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简称叫做第八号判决 这个第八号判决 就是表面上并没有如大家原先猜测的说 会把刑法的这个死刑犯 死刑条文全部废除 并没有 而是保留下来没有废除 但是做出相当严格的实质上 很难适用的一个法律状态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目前会判死刑的有几种 第一种就杀人 可是杀人是可能死刑 可能无期徒刑 可能十年以上 不必然是死刑 这是刑法第271条第一项 再来就是所谓的故意杀人 是刑法第226条之一条的 所谓也是一样死刑 那个无期徒刑 这个叫所谓故意杀人罪 刑法第332条强盗杀人 死刑或无期徒刑 并没有所谓十年以上的 还有刑法第348条 这一条也是死刑或无期徒刑 这一条是掳人勒索绑票杀人 你看这个罪行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 那现在到底 这个宪法法庭的裁判 裁定是什么样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说 经过宪法法庭这样的裁定的话 要判处死刑几乎是不可能 不可能 第一个 他必须所有的法官一致判决 因为过去的法官 一审三个法官 二审三个法官 三审五个法官 以前通常都是2比1 2比1或者是3比2 就是多数判决 现在不行 每一庭都要一致判决 这什么意思 任何一庭只要一个法官反对 最后就是否决掉了 每一个法官不管是高院地院 通通有否决权 那如果有更审的话 比方一审二审全部一致判决 更审回来再加三个法官 就11个 万一有一个 就变成14个 如果在二庚第二次更审 这17个法官 换句话说 可以一直弄弄弄 搞不好弄到最后 总该轮到有一个法官反对 后一个法官觉得烦了嘛 你一直在更审 我再干脆 就反对好了 就解决啦 请问一下 全天下有没有这种判决 没有 只有台湾有 要不然就直接废除死刑 但他现在没有废啊 因为赖清德政府 跟这些废死大法官 担心民意的反扑 会使得赖清德政府直接倒闭 他担心这个东西啊 因为八成是反对废除死刑啊 他就假装 我没有废除死刑啊 我们弄严格一点 弄严格的我同意啦 因为的确不是现在 以前很多死刑犯 是没有直接证据 我一直在强调 法律要有直接确凿的证据 可是有很多人 是没有直接证据了 比如暗中其中 有的王幸福了 始终没有证据 他直接杀人 始终没有 但是间接证据就一大堆 可是如果要严格来 法律来讲啊 就要有确凿的直接证据 不管什么罪才可以判 法官都想 老办就歪来歪去 哎呀 这个奖励啊 奖励这个 这个龙击律啊 就是什么 就是违法 就徒利 就判刑 我觉得不对 那你用这种方式死刑还判得下去吗 如果你当法官 你当法官 就很难判啊 永远不会有人判死刑啊 对啊 对啊 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 第二个更经典的 他说三审如果有判死刑 这个一定要延迟辩论 而且延迟辩论 还有这个 如果有任何被认为 有杀人的罪犯 像这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的时候 到了第一关警察那边 就有辩护人在场 如果辩护人在场 不得判处死刑 那很简单 有人杀人 警察传犯抓到的时候 我不要辩护人 我不要辩护人 那就不会判处死刑了 换句话说 你要判人家死刑 必须要被判死刑的同意 为什么 因为他必须找辩护人来 如果辩护人不在场 就构成这个不判死刑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其他的啦 那个更有趣的说 这个精神障碍 比较容易确定 他加了一个心智缺陷 我们老天爷 这个范围 包山包海 你精神障碍 至少有医生可以判定 到了心智缺陷了 已经超乎医生到心理辅导 辅导的阶段了 请问你谁没有心智缺陷 那是如何来判定 这个大概只要我 这个睡不着觉啊 这个有精神焦虑啦 或者我就跟医生看病啊 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 睡不着啊 或是幻想想杀人啊 然后吃个半年药 我就有心智缺陷的医疗证据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